大家好 我是真一貞 歡迎收看真心話大冒險 那另外呢 其實美國啊 想搞事啊 還不只說 在這個軍事戰略的部分 欸 貿易戰 難道這個 新一波的貿易戰 又要開始了嗎 前一波川普的剛剛感覺 好像有談到了一點什麼 緩和了一些 現在拜登上任 難道他是想要展現 比川普更強硬嗎 我有準備這則新聞 不然我們先來看一下 這則新聞 然後等一下一分多鐘的時間 我們請楊教授來幫我們做點評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 今天在華府智庫戰略 與國際研究中心 就拜登政府的 中國大陸貿易策略發表演說 他強調中國大陸沒有達成 在川普時代 定下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北京當局未能從去年開始 到今年年底兩年內 向美國採購2000億美金的商品 美方將就這部分 與中國大陸儘快協商 而面對與中國大陸各項貿易的問題 戴琪表示並不排除運用包括關稅等等的各項貿易工具 來達成目標 但同時美國也計劃就特定中國大陸的產品 豁免懲罰性的關稅 來協助美國的勞工和企業 在座談中戴琪被問到中國大陸申請加入CPTTP 美國的反應 美國的反應她表示 我們在世界的世界各項貿易協議 特別是因為他們的競爭力 好 現在邀請大家記得來到我們聊天室 幫我們按讚應援一個 謝謝我們的周浩斯00YDZ11 大罪俠ZenKingCMQ711 還有我們的蕭里飛刀 林波維布LLDD 有任何的想法都可以留言 我們的小編都會來幫我們看留言喔 好 剛才我們看到了 在戴琪發言的這個部分 其實大家比較緊張的是 現在有很多種說法 美國會不會撤銷大陸部分的 懲罰性關稅呢 還是會加重這個關稅的部分呢 因為大陸加重關稅 其實這個美國企業 他們自己成本不是也增加嗎 是的 大概從2018年的5月開始 川普就不斷的針對大項目的 大範圍的中國大陸的商品 輸到美國的商品 毫無選就是說任何的那種 就是理由就開始增加15% 20%到25% 現在大概平均60% 中國大陸輸往美國的商品 總價值約3600億的商品 大概平均貝科19.3%關稅 好重啊 這個稅 這已經幾年了 2018年5月到現在幾年的3年了 對不對 三年的情況 剛開始的時候 還有兩年是疫情期間了 對 剛開始的時候呢 這個中國大陸的一些出口商 還會自己去做承接它的這個 就是說關稅的部分 吸收這部分 吸收成本 但是呢 這兩年來 其實已經完全是美國的企業 和消費者 它在吸收這個部分了 你想想看平均19.3%的這個關稅 而中美之間的貿易 也並沒有因為這個關稅 有什麼太大的波動 當然美國不再是中國大陸的 這個第一大貿易夥伴 變成第三了 遜色於這個東南亞 東協跟東盟這些國家 以及歐盟 美國變第三 但是還是佔中國大陸出口的13% 還是很重要的市場 就是美國人即使是貴了 負盤19.3%的關稅 它還是買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 中國大陸對美國的這個出抄 在去年還是3100億美金 所以就是說 你說要跟中國大陸去經濟脫鉤 不買中國貨 根本不可能 那這樣子的貿易的這個 懲罰性的關稅 第一個完全不符合WTO的 就是這個原則 然後第二個是 你已經現在是你的企業 你的消費者的這個負擔 川普的時候啊 他有一個做法 他有一個做法很特殊 那他就說 我做這個提高關稅 你個別的企業 你可以來我這個USTR 就美國貿易談判代表署來申請 也就是說 你從中國大陸進口的東西 是不可替代的 比如別的地方買不到的 或者是質量上 或者是等等之類的 沒有辦法去替代的 這我就可以給你豁免 也就本來要磕20%的這個稅 平均 那我就把這個 你進口的這部分呢 給你這一家公司豁免掉 所以你就用沒有這樣子20% 而用原先的那個稅率 也不是歸零 原先的稅率 然後呢來去科這個稅 那當然你就可以維持 原先的你的競爭力 因為他會認為很多的企業 像是華盛頓郵報跟美國時報 紐約時報就寫了好多 很多的美國企業 舉例而言像紐約州 有一個專門做空調裡面的 相關的這些 或者是軌道裡面的發電機 它必須要從中國大陸進口 這個零組件 那這個零組件 它就說沒有辦法替代 那如果不用它 或者是被磕了20%的稅的時候呢 它就會被在另外一家 在墨西哥 其實大概也是美國廠去設的 等於是讓別家企業更有利就對了 對 讓別家企業更有利 反而會讓你的美國的工人 因為它就必須停工啊 它就會讓你的工人 讓你的企業 讓你的中產階級受到影響 這個東西在疫情的時候呢 比例有增加 因為大概平均他們算過 來申請的企業 只有17%得到後面 其實不多 但是也有蠻一定的比例 到了疫情的時候有增加 可是它每次都是給你有年限 一年的這樣的期限 一年要申請一次等於 拜登上來了 反覆的審核 拜登上來就不接受了 不接受啊 對 它現在是全面性的 美國的企業 美國的這些 它的這些企業組織 就非常的生氣 你不接受我個人申請的豁免 然後呢 個別公司 你又不斷的在不願意去減稅 那現在造成的這些企業 最後消費者 轉代的消費者 甚至間接的也影響到 美國現在的通膨 通膨現在不是很嚴重嗎 對 現在美國通膨非常嚴重 所以它已經連續的上書給 就是拜登政府大概兩次 早期的時候跟最近 是在八月份的時候 但都沒有回應 這一次戴琪所講的 我們的報紙 有一兩家報紙解讀錯誤 戴琪只是恢復那個個別企業 來申請關稅豁免的這個程序 所以它並不是說 我對你中國大陸所實施的 這個60%的關稅 哪一部分給拿掉 呢 它關稅不變 甚至呢還記不記得 9月10號的時候 當拜登跟習近平 剛打完電話的時候 那它還對外宣稱說 我們現在對中國大陸的 不公平貿易 已經在委託兩個研究機構 在做超級301的研究 所以這一次它演講完 我整個它25分鐘演講 我都看過嘛 戴琪講話 有一點專業 有一點官僚 有一點搞不太清楚 但是呢 它講話很專業 美國人就喜歡這樣子 這種看起來很精英 很專業 但是呢 看得出來 它講的內容 它不願意談太多細節的問題 主持人不斷地問他 到底是哪個領域 可能會去談呢 因為他說接下來兩個大 最主要動作 第一個 他要去跟劉鶴去討論 不是用談判喔 討論 去討論第一階段協議 就是在去年2020年1月 劉鶴和川普簽的 還記得嗎 那個劉鶴跟川普拿的那個照片 在那邊秀 然後 當時大家就解讀說 美中的貿易戰還暫時修兵 完全沒有 完全沒有 事實上你看到現在 其實是拜登上來之後呢 其實他們就是說 要去檢視這個2000億的承諾 是不是在農產品 在能源產品 因為到目前為止 9月底 10月初 只完成了62%的採購 美國人覺得買得太少了 太低了 因為這個第一階段協議 到今年年底就要結束了嘛 但有的時候 也許可以延三個月到六個月 那這個都需要去討論 都要去決定 他第一個先要談這個問題 然後呢恢復美國個別的企業 來去申請就是豁免掉 這個關稅的影響 這是他內部的事情 這不是中美關係的問題 中美關係的話 那個關稅還是在 那同時呢 他也說 他不會去開啟 第二階段貿易談判 因為他覺得先把第一階段貿易談判 的確實的做法 以及就是執行的成果要談清楚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好的開始 也就是說雙方就願意做下來 針對具體的東西再開始談 你為什麼只做到62% 你是不是可以下個月 就承諾到72% 你要我做到72% 那你是不是接待可能 當我如果達到了80% 我們現在是不是開始啟動 第二階段或者是說 你有一些這個關稅 你就要可能把它給降低了 對 這就是一個討論 這就是一個negociation 甚至說是一個談判的過程 以前呢 雙方根本到目前為止 我看大概是5月的時候吧 戴琪跟劉鶴打個電話 就沒有見面 也沒有打電話 當然也沒有視頻 所以基本上他現在就等於是說 接下來在10月份就會跟劉鶴 那當然現在就要等劉鶴這邊的反應了 劉鶴是不是會願意來華盛頓 還是戴琪過去北京 還是雙方就直接用視頻的 這種線上的來去做討論 那討論哪一些議題 他這次他被問了兩次 戴琪 戴代表 你到底要討論哪一些議題 你可不可以告訴我們 第一階段裡面哪一些部分 還是說關稅裡面的哪一些項目 就有人這樣問 他都說我這邊不能講 因為他一講對方就準備好嘛 這是一個談判的技巧 關稅的部分 我有準備了一個 這個大陸商務部發言人 數覺亭 他也是有提到這個關稅的部分 對美國的部分呢 也保持著 其實我覺得都是友好的訊息 台面上看起來很大戰 但其實是蠻友好 我們先來聽一下 這個數覺亭發言人的說法 我們注意到有關報導 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雙方經貿往來與合作 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有利於整個世界 希望雙方共同努力 為雙邊經貿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創造條件 雙方經貿團隊一直保持著正常溝通 如果有進一步的消息 我們會及時發布 好 在這個議題其實 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發言人 講過很多次了 他說呢 中美貿易關係 本質就是要互利共贏嘛 那中美要合作 不要脫鉤 要對話 不要對抗 因為你的東西 你進來成本很貴 那你做出來的產品 當然就更貴了 那在這個部分呢 教授還有要補充的嗎 其實我是覺得大概 戴琪跟劉鶴如果展開了 這種會面討論 那至少就有很具體的 第一階段的這個協議的內容嘛 所以基本上 就是一個正面的訊息的展開 大家再說會不會有新的 這個科增關稅 我覺得短期不會啦 現在的關稅都受不了了 而且還疫情呢 而且它會造成拜登的 這個整個經濟的受損 通膨的擴張 那其實你再去多增加關稅 這個我覺得其實是一種 以退 以淨為退 還是以退為淨 以退為淨 基本上以退為淨 這樣一個說法 故意放一個就是說 消息說我們可能會增加新關稅 但實際上在檢視之後呢 願意階段性的可能 以中國大陸完成或已經 相當程度的完成 第一階段的協議 為了要展開第二階段的討論 製造良好的基礎 所以呢部分的關稅 可能就減掉 我個人還是覺得 美國已經沒有理由 在這樣子對別的國家 產取這樣子的 這種懲罰性的關稅 你不斷地在指責別的國家 戴琪的過程當中說 他在指責中國大陸 以國家為中心 實施這個不公平貿易 誰在做不公平貿易啊 你在你的海關這個築起高牆 而且是沒有歧視性的 所有的這個大部分的產品 除了科技產品之外 農產品之外 能源對不對 所有的產品 你都築起高牆 你國內的人民 還是要中國的東西 是不是 誰在做不公平貿易啊 是